假如 gurus 哈啰大家好 草香蕉 大家好 今天今日來講一講 大世界的裝備研發 你該研發哪些裝備的 會比較好 通常我們的研發ença Land的裝備 有分odie 有兩種 一個是要花費 電子材料 另一個 就不花費電子材料 先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花費電子材料 一般的話 花費電子材料 導致最大眾 而且電子材料得來不易 所以我們要謹慎去 使用這個電子材料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研发的就是这个彩色的飞机 飞龙最强的这个预霉机 基本上它缺的不是电子材料 它缺的是图纸 所以如果你的图纸够的话 基本上就是必做 一定要做 而且至少做两台以上 所以这一定要做 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F7F跟海大黄蜂 这两个都是最强的对海战斗机 他们都带了这个1000磅的炸弹 那硬要说他们之间的差异呢 其实就只是在攻速的差别而已 海大黄蜂的最终的这个CD时间会是比较短的 但是它的造价也会比较贵 它消耗的这个材料费会比这个F7F还要多 总体而言他们对海输出都差不多 只差在一点点的这个CD上面 所以在调数上面你这两个都要拿来做 在调数上面你要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至少你就各做两台 有电子材料一定就做各两台 剩下的你要多再做 当你T0装备做得差不多之后呢 开始往T1的装备 SB13C就是SB2C的上位版 你这个金装备的强化加13绝对是最有优势的 所以你至少要做两台 以后这个天花板就是用SB13C来做输出的 在之前有可能有听说过这个JU87 它是急速鱼雷 但是命中率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上限 当然是比这个流星的最高上限天花板还要低 不过它好处就是好在它的CD比较短 命中率比较高 有时候在打一些比较会动的敌人的时候 JU87会有比较好的命中率 会比较好的输出 那调速方面也是会做到一个使用 那彗星12就是彗星的上位版 一样在做调速的时候会使用到 基本上T1的装备算是用来调速用的 那只有SB3C是真正后期可以取代掉SB2C绝对的一个轰炸机 当你T10T1都做差不多之后呢 你到做T2的时候 代表说你很多的这个材料是多余多很多的 你才会想要做这个T2装备 那你可以考虑做一个双连76 它是个对空炮 那它的好处就是它射速很快 然后射程范围也很广 这用来做这个防空调速是非常好用的 基本上你可以给一些防空效率比较低的 像是这种80% 70%这种的 它本身打不出防空伤害 但是它不能拖这个防空速度的时候 给它用这个双连76 会是比较好调速的一个空间 那双连134呢 本身带有这个火力补正值 如果你要给一些火力输出角的时候 比如说像北风啊 像是塔石杆这种驱逐的时候 反正它对空就不行嘛 那就给它火力补正 让它在火力方面能够表现比较好的时候 可以做这个双连134 那天空海盗 它算是一个飞龙的夏卫版 它也是带四个这个航空遇雷 这个天空海盗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 就是独立改了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后期 你才会使用到这个天空海盗 也代表说你的材料有多余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这些装备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 如果不需要花费电子材料的话 你可以做哪些装备呢 顾名之力如果不花费电子材料 基本上这个材料算是还蛮充裕的 你想做的话基本上都还算游刃有余 那当然有一个优先顺序 你可以先做这个Mk20 Mk20就是这个G71的上尾版 它是一个磁性的鱼雷 那CD也会比较短 用来做潜艇攻击使用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先做这个Mk20 好 你至少要做四根 这个四根算是便宜的 最终理想形态是做六根 再来这双连E28 这个是侧甲炮的驱逐炮 所以一般来说侧甲侧举炮 算是很稀有的 你可以做一两根来玩玩 那再来是磁性五连 磁性五连一般我们都用过 或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做磁性五连 毕竟材料不是问题 图纸才是问题 所以图纸够的话 你想做也是OK的 那再来你不要做彩色的话 你可以做这个磁式连 基本上我们现在玩到这个游戏 你至少要有六根磁性四连 我觉得算是一个平均值 算是基础值 如果你还没有六根六把这个的话 尽量先把它做起来 那G71也是一样 你这个前腿挺三台出去 你至少六根G71不为过吧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做G71 或是做这个Mark-20 那这个三连203呢 它是一个侧甲弹 它是比这个所谓的罗恩炮 再好那么一咪咪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双连203 做一把来试试看 再来T2的装备 基本上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装备 这个鱼雷533跟610 其实都是一个上位的版本 基本上你要手动雷爆的人 才可能会做这个装备使用 它通常自律的人 你大概都是做这个磁性 会比较多 但比较推荐的这边 可以做一个FW-190 它是最强最强的这个对空舰载机 你没有听说 最强紫色最强对空舰载机 没有错 它的机关枪有三座 它比我们这个金的铁血155 还要强 如果有一架打不赢的话 那就做两架 有两架打不赢的话 你就做三架 带三架去13张 基本上这个对空舰载机 拦截的这个效率会高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在13张 有困难的玩家 你可以做这把190 让你的对空性能 就会大幅提升很多 好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金菜的强化顺序 在讲这个强化顺序之前 我需要再复习一下 也就是说 你强化一个彩色装备 花费是你强化一个 金装备的这个三倍 你强化加持三 要花费360个金菜 如果只是金装备的话 只要120个 所以一个可以抵三个金装备 如果到这个强化的这个顺序的话 你一个彩装备 是永远打不赢 三个金装备的 好 所以就即时战力而言 你强化三个金装备 对你的这个即时战力 是最有帮助的 后面才能慢慢强化 这个彩色装备 好 先要有这个认知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顺序 首先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 香槟炮加持三 三把 没有错 再来呢 这个流星 你也是做个三把 也不会有错 那这个磁势连呢 基本上自律的情况 你还蛮会用到这个磁势连的 所以你这个强化起来 也不会亏 那最强的对空炮 这个是算三期的对空炮吧 如果有的话 强化它也不会错 那尤牙舵呢 对于这个前排的这个坦度 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你的坦位 一定最好给它加持三 这个尤牙舵 基本上就不会错了 那这些都强化了差不多之后 你再考虑后面的 那我们刚刚有说这个我们的潜水艇嘛 鱼雷这个得来不易 那你强化起来 对你整个对海的打击也会有帮助 那后面你有剩余的这个主炮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这个加持三的这个香槟了嘛 那剩下的你可以慢慢去强化你这个彩炮 后面有这个MK6 MK6的这个榴弹炮 也可以去慢慢做强化 那飞机的部分呢 强化完流星之后 你可以往这个SB3C 去多强化 那这边后面四起科研 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舰载机 这超强的火箭弹 命动力超高 剩下的你有可能去强化一把 这个我们所谓的JU87 调速用的嘛 基本上我现在觉得啦 其实流星就够用了 很少情况会说会用到这个JU7吧 大部分我们用流星的状态 都是用来打这个META META海妈META这个飞龙 你说如果真的要对王战 长期关卡对王战 可能会用到这个JU87啦 不过真的要打这种BOSS型的人 我们都会调好数 去战装打他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流动性的这个问题 所以JU87算是 打一般关卡还可以啦 打META做实用的话 大部分都会选这个流星做实用 因为它天花板比较高 好啦那剩下T2的装备 就是看到什么就强化什么了 那这边对空炮 如果前面这边已经弄的差不多的话 其实还可以用这个STH 基本上它还有加这个命中嘛 你给这个战舰做实用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飞龙也是一样流这个鱼雷机嘛 鱼雷机其实它只要加10就还蛮堪用的 它只要是对这种地毯式轰炸比较有心得的 所以真的要拿去打王 加13其实也不太会有这个效果 加10其实就很好用 那后面还会出一个这个彩色的610 这绝对是要把它加13的 不过这个也是很后面的版本 后面的活动才会拿得到 目前鱼雷这个需求也不算是太多 那后面还有这个科研四级的这个彩飞机 不过等你做出来的时候 估计你的这个材料应该精彩也会有不少了 那泛用型的这个金火控呢 那金火控其实也算是功能性的道具 那你强化一两个起来 到时候对轴啊 或是发四连炮弹的时候都会蛮适用的 那后面T3的装备就是看个人需求了 好雷爆的才去做这个雷爆的鱼雷 那这个彩色前排组炮 其实提升的伤害幅度不是很高 那后面这些泛用的 如果喜欢玩航母的可以慢慢加13 喜欢玩大炮的话 可以做这个白弹的强化 基本上就是一样啦 我前面讲的 先把这个香槟炮 还有这个流星先弄好来 后面再转飞机的这个金菜 因为金菜坐这个飞机 兑换这个金菜是比较划算 因为整体而言 飞机它需要三个舰载机 三个舰载机都有强化的时候 打出来的那个伤害你会比较有感 那主炮大部分就只有一个 虽然说强化方便 但是它的提升幅度 天花板就在那边 飞机是比较大气完成型的 你弄起来 它打出来的伤害是最高的 对好这个时间 对好海妈 其实打出来伤害最高的 还是属于航母这个阵容比较多 那基本上你那个鱼雷啊 或是防空啊 就是够用就好了 其实驾驶就很够用 目前版本驾驶就差不多很够用 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 主要是在主炮跟飞机这边 这个强化起来会比较有感 好了以上是这一期 针对这个装备研发 还有强化的一个心得跟你做分享 不一定要照照我的啦 你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玩出自己的这个风格 那我只是分享我的心得 让你去知道了解 好那我是小明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